來 請寇老師介紹一下 如果我們現在在看電視的朋友 現在年輕朋友 他們現在這個畢業以後 第一志願想什麼 他想當KOL 對 想當網紅 網紅就會直播嘛 直播是便宣最快的 你要不然就是YouTuber嘛 對 這個很多家長都在猶豫 這個還沒賺錢 這裡很多成功的案例好不好 人人都在做 到網路上是這樣 我說你能做 他能做 我也可以做 這件事情就不要做 否則你要第一個做 其實直播現在已經是 滿天的蒼蠅了 烏鴉鴉的一片 因為宅男女神 女神已經比宅男還多了 我們每一個人都要賣貨 結果現在賣貨的 比買貨的還要多 狀況是這樣 有什麼建議給大家 我真心覺得憲哥真的是內行人的 你知道嗎 因為你知道其實明星圈 還有很多人不知道直播是怎麼回事 但是因為憲哥已經跨界 到直播帶貨界了 然後他講的全都是血淋淋的真話 簡單來說 大家現在都想做網紅 慢了 大家都想做直播 有點慢了 但還不是慢到底 因為我覺得現在台灣的整個直播市場 大概在1.0到1.5 你說像大陸已經到5.0了 全民直播 爺爺奶奶都在播了 到那個時候你就會發現 你不是被播就是在播 只有這兩種選擇 我覺得現在進場還來得及 但是要很拚 因為我們這些人都已經拿到結果了 我覺得做直播真的會賺到錢 可是你不要以為它是輕鬆錢 我覺得它是體力活 它不是技術活而已 你除了會講話 其實拚的是你的體能跟健康 就像我說我那時候是整個嗓子 是啞了兩年 身帶腫到好不了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我覺得直播是一個苦力活 而且是要定時定量 不斷播的一個活 心中要有基本的一個概念 大跟妳不好看 我是看好直播的 我覺得是這樣 因為現在很多年輕人 直播是歡迎你們加入 但是不要讓它當你一輩子的 唯一的工作 它可以在短時間累積很快的財富 但是它絕對不會是你 這一輩子唯一的道路 現在加入直播是 它可以非常有 尤其是喜歡表演的朋友們 它可以很有效的 幫你訓練你的口條 反應 或是表演能力 但是希望你們在直播 短暫的賺到這麼多的金額之下 你要好好的利用這些錢 做好你們的人生規劃 但是還是很歡迎大家 加入直播的行動 不要通通去想到好的部分 對 對啦 它就是一份正常工作 那個我們的甄林 這個直播產業 是不是有在往下墜的狀態 其實有耶 直播主真的越來越多了 然後我現在還好就是我 賣的產品也會有一樣 對… 對不對 你賣隔壁人家 也在賣 同樣的 競爭很大 就還好我起步的早 就是品牌已經建立起來 現在就變成說我一個禮拜 就是播一天讓觀眾還記得我 這樣就夠了 這個大餅就讓其他人去分沒關係 我們少賺一點 情緒內衣 他那個你會不會質料什麼都不好 你自己有在守著嗎 會不會一碰就撕破了 我都一定會穿在自己身上 我覺得OK我才… 對 好撕 重點不是要鋪了 是要好撕 其實我覺得直播的觀眾沒有不見 他只換了別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去看 就跟電視的觀眾也沒有不見 在我加入直播之後 他們都在這裡 只是觀看影片跟節目的型態轉變了 以現在的趨勢講 直播它算到很飽滿嗎 我覺得還是有機會 這種時機一定要踏得比別人 再更早一步 不然像大家都坐起來 然後大家才要去坐 已經太慢了 一定要把握當下的時機 我經常在講 因為我前兩天剛跟佑凱一起賣 我們公司新產品 天枝膠質 他可以賣得很厲害 但是我們都 我們心裡面都要想一件事情 好不好 這我給大家小叮嚀 才是王道 對 是真的 是的 沒有 再也沒有別的了 是 返璞歸真 我們回到最原始點 是 人家現在看到憲哥出的產品 以前說藝人怎麼可能有人 可以研發做那麼多產品 現在慢慢就接受 憲哥的一定厲害 八年前 八年前 各位 我出了一款行李箱 八年後的現在竟然 如果你有全新品的話 賬價賺快一倍 人家喊出來說兩萬我要買 告訴他這裡有一組全新的 他說有沒有兩組 四萬塊 立刻買走 怎麼那麼好 所以好的商品很重要嘛 好的商品是真的滿重要的 而且你賣到一次爛的產品之後 之後你的本性信任感就不見了 像我跟 你有被抓 你講我… 像我跟憲哥直播那天完之後 因為那天剛好是下午 然後很多人沒辦法跟到 晚上就很多人說 我可不可以再加開憲哥的 最新的 就像憲哥說 因為現在競爭很激烈 越來越多人在直播 越來越多人帶貨 所以最後比的是什麼 對 信任度就是產品要好 對 你就是這麼多人在播 為什麼就買你家的 因為他信任你 別忘了 我們的所有信任只能被使用一次 對 掛掉你就沒了 來 妖子 你只是表演 你會不會覺得現在抖內 越來…金額越來越少了 這個東西有時候不是一定 就是它有時候死好死壞 但是近期的我可能 因為身體 身體其實 做直播其實身體真的 內耗超重 我從最剛才做直播說92公斤 到現在我70…73耶 一年 一年的時間 你本來是胖一點的 我原本很胖…我臉原本是圓的 就是一路這樣瘦下來 這也是一個好處啊 對啊 是好處 但是你心靈層面跟健康程度上 負荷量其實會超過 自虐型主播 果然不是名不虛傳 對 主播其實都滿辛苦的 不是 拿生命在拚自虐 主播的左手就是一個阿咪老師 就是最大家看不見的 左手 左手還有一邊自己彈琴 全部都是音效 音效 我的左手 笑聲 掌聲 音效 然後打頭的這樣 這就… 你看我好像很正常 但我的左手是這樣 你的直播鍵會非常的滿 他的一定也是 就是他後面偷懶用電腦去做 但是你後面的左手 每一個主播 其實左手都有這個技能 主播是個內耗很重的工作 對 所以對於我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你說賺得多少 其實沒有很重要 其實是身體身體健康中 比較重要 我已經賺起來才像狀況 對啊 剛開始還說 健康第二咧 對啊 不是剛開始這樣嗎 沒有啦 賺得再多 對 我其實要有時間去享受嘛 對啊 雨晴怎麼辦 要不要斜槓一下 因為我覺得現在直播第一 對啊 要斜槓啊 你不能當直播主 萬一… 現在免費是不是越來越少了 越來越不好騙 起起伏伏 沒有啦 沒有 就是起起伏伏的 有時候可能就是真的會突然間 這個也真的賺很多 然後算盡可能就減半 或者說只有三分之一 但是那個心態要調整 我覺得有自己的風格比較重要 妳會排除跟妳的粉絲有… 進一步的認識 粉絲也是人嘛 對…如果說真的覺得可以的話 當然也不排… 沒有 就是覺得還不錯可以 當然是不排除 但是我覺得這個要看緣分 對啊 我覺得像昨天 他們知道我要來憲哥這邊 對 然後他們說我為了慶祝你 然後把我所有的就是禮物盒裡面 所有的全部點亮 真的 一次全部點亮 對啊 對啊 大概可能我昨天晚上算 妳怎麼聽得好像妳要嫁給我一樣 對 妳要送嫁妝給妳 他們都還滿挺握的 所以我就覺得這一點很感動的地方 只是他們都非常非常的支持我 了解… 這個行當還是辛苦很多 當然 但其實他們沒有講 那寇乃馨老師她現在 還開了這個直播的節目 還可以教人家 妳帶學員 我現在開了直播的節目 然後我有帶教課 所以我現在有非常多的這個學生 是未來就是想做網紅跟直播 其實我覺得 我要說各位我們的壓力很大 因為他們都很優秀 也就是說有大批的這個新生代 要殺進來這個市場 但我覺得很好啦 因為我覺得未來 其實我們還是很喜歡憲哥 很喜歡Sandy 然後很喜歡各位 可是除了可以在節目電視台看 你也可以在直播上同步看 對… 它就會變得力量更大 各個行當都有在激烈的一個改變 憲哥是比較 頭腦轉得比較快 在20年前 我已經變成是一個產品的供應商 我熱愛的是什麼 做出好的產品 優秀的產品 奉獻世人 沒有世界第一 我就把它直接丟掉 這是我的大原則 是… 好不好 你們不用用那種崇拜的眼神 沒有 就是一個一般官司 就是只看著而已 直播主都需要天赤膠質 甄寧不要再換腳了 不要再換腳 不要再換了… 不要… 人家才沒有在怕咧 多性感啊 可以了… 我差一點站不起來 好 再次謝謝他們的分享 謝謝… 小明星大跟班下次再見 給你… 幫你… 我覺得你來做食物 給你… 她的音樂 我知道你去…